速食店外青少年斗欧 一下西级 一下出拳 简直打红了眼 有人前来助阵 三两下就被打退 双方短暂分开 但全武行还没因此落幕 双方转移阵地继续打 甚至越演越烈 塑胶战板 汽水钢瓶 统统都弄倒 怕影响到其他客人 工作人员赶紧善后 迅速将战板钢瓶收进店里 大乱斗等到玻璃师大人到场 才平息 只是这场街头斗欧 到底怎么发生的 是因为双方与麦干老购物事 发生了口角纠纷 检方说两派人马大约7人 全都未成年 其中一方双十廉价 第一天半夜夜唱后 到南投草屯的速食店用餐 疑似因为排队点餐纠纷 和对方起口角 越演越烈引发火爆场面 虽然双方不愿提告 只是半夜的速食店 还有不少人用餐 街头到欧真实上演 客人都看傻了眼 记得中伟祥廉 廉价姓张志凯南投报导 suprem 对不合國计划